韩西仔夜雁图 这幅海天盛雁图是中国古代人物画的最高峰 也是中国画发展的一个分水岭 画家顾鸿中你可能不太熟悉 画中的男一号韩西仔你有可能也不太熟悉 但这幅画背后的大boss李玉你肯定知道 就是那位写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将春水向东流的南唐后主李玉 李玉主政南唐的时候 国力已经是岌岌可危了 一会儿臣服于后州 一会儿臣服于北宋 外面被步步紧逼 内部也是党争不断 焦头烂额的李玉也是束手无策了 就索性不管了 整天醉酒生涩 甜词花花 忽然有那么一天酒醒了 想起了怼天怼地怼空气 官场起起伏伏 才华横溢的韩西仔 便有意让他来当宰相 挽回目前的大败局 这边韩西仔的老爸韩光寺 是被皇亲李思源所杀 所以和老李家的关系是若尽若历的 中期得不到朝廷的充分信任 还有就是韩西仔认为李玉 就不是一个当皇帝的料 就是个烂捏扶不上墙的阿兜 但皇令又不可为 便在家中延起了纵情声色的生活假象 这老韩谈吐享乐的事情 很快就传到了李玉的耳朵中 李玉不太相信 以前刚正不阿的老韩 这么快就学会喝花酒了 于是便派顾空中一帮小米探 来到韩西仔的府上一探许实 官场昏迹多年的韩西仔 一看就明白李玉的意思了 便将计就计地上演了一出 海天盛宴的好戏 事后顾空中一无一失地 将当天夜宴狂欢的场景描绘出来给李玉看 李玉看后也只能摇头作罢了 这老韩比我还会玩呢 这烂摊子还是自己收拾吧 下面咱们就来聊聊 让李玉挠头的这幅韩西仔夜宴图 目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长3.3米高28厘米 画面以屏风为界 分为五个部分 分别是听乐 观舞 休息 清吹和送别 首先是听乐 老韩是头戴黑色高帽 身着身色外衣 和身穿红袍的状元狼 坐在床榻上听乐 韩西仔是方面大耳 满脸的落塞虎 虎背熊腰 典型的是山东汉的 这姑娘一定是一个弹琴高手 你看画面中 所有的人的视线都集中在她的身上 就连藏在屏风后面 这个雅玲的远房表妹 也是情不自禁地 偷偷地伸出脑袋来听 第二个场面是观舞 画面中韩西仔脱掉了外套 造了起来 金子上场为舞女翘鼓 这个跳舞的女子呢 也是当时的superstar 王无珊 跳的也是当时很fashion的绿妖舞 可能是舞姿过于谣言了 整的观众心上的和尚 都不好意思直视了 只能心中默念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第三场就是休息了 唱也唱了 跳也跳了 玩票也玩了 也该中场休息了 小丫鬟端着水让老韩来洗手 准备品尝侍女送过来的茶水沙拉果盘 这三个场景呢 老韩换了三套衣服 搞不懂的还因为老韩的服装秀呢 最有意思的是旁边这个床上 高高隆起的被子 这个场面呢 让旁边这位女子呢 都不好意思了 拿起琵琶挡着 假装看不见 第四个场景是轻吹 休整后的老韩呢 来了尽头 解开衣服 甩开膀子 露出将军肚 摇着大铺扇 盘坐在椅子上 静听小曲 逍遥的很啊 吹笛吹消的女子乐访呢 姿态各不相同 神情各异 服装搭配也不尽相同 这顾红中画的 也是满下功夫的呀 最后一个画面是宋别 这个官人呢 念念不舍的 拉着五级的手 意犹为尽 似乎在说 咱们有时间单约啊 这位呢 更离谱 搂着人家小姑娘的腰 甜言蜜语 明显是要带走的节奏啊 看来这酒喝的 有着上头啊 主人 韩熙仔呆呆的 站在这里 这白手的姿势 是不要让客人 闹得太过分了 还是和小伙伴们 挥手告别的意思呢 画面中 共有四十多个 神台各异的人物 以莲花化的形式 将韩熙仔 终日声色全满 不争议的形象 表现得淋漓尽致 让李后主 彻底放弃 对他的幻想 这幅画是中国古代 人物画的巅峰之作 也是中国画发展的 一个分水岭 不有这么一句话吗 人物画看五代前 山水画看五代后 这幅画就是在 这个转折点上 之后的人物画呢 开始走下坡路了 山水画是一军突起 很快形成了 宋代回画的黄金时期 以现在的眼光看 这幅画呢 还存在着人物比例失调问题 这是古代男尊与卑的伦理观造成的 同样是男人 身体大小也存在着差异 这是因为身份高低造成的 在另外一幅十大名画 唐太画家 严历本的不年图中 更为明显 这唐太宗的身子板 大得快成奥特曼了 这典型受到了 维尊者大的思想影响 最后问大家一个问题 李玉是中国皇帝中的 语文可代表 你知道绘画可代表的是 哪位皇帝吗 它们是影响了 需要您体 간的 对面 但是 这位皇帝